那今天呢是一个最基础的入门教学了 就是花友寄过来的两盆绿螺 我一开始还有点懵 我说谁给我寄了两盆绿螺 可能是这个花友呢不太会养绿螺 绿螺呢是最好养的一个花卉了 而且呢就是经过多年的一个 摸索吧 跟一个培育啊 现在也是基本上说是入门来说 最便宜的一个植物了 绿植了 那他买到的呢还是非常长卖的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 这种呢应该不便宜 长度的话有一米多长了 从这种整体的一个形态来说呢 我跟大家说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绿螺呢长的这些个根须 这种呢都是气根 很多人话说 老欢迎我家里面养的绿螺怎么没有这个好啊 你要了解哈 一个绿螺或者说咱们养的桂贝竹之类的 如果说这种气根长得很密的话 说明空气湿度是很OK的 空气湿度越好呢 它会长的叶子越大 老欢迎我这个叶子长可小了 那很正常 这是吧空气湿度不够了 它肯定就不长那么大 然后呢咱们看一下总体的一个叶片 像这种呢 都是说以前留下的一些个窗 你像比方说浇水啊 方方面面 包括营养啊 供给不上啊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现在总体来说呢长的是很长 那像这种情况的话 咱们应该怎么办呢 咱们就可以换个略大一号的盆了 如何判断换不换盆呢 大家可以看到啊 它的一个根系都已经长满了 如果说再从那个盆里边时间长了 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些个根呢也有大大小小不同程度的小的一个烂根 对吧 稍微担一担把这种老根去一去 咱们接下来呢换一个略大一号的盆 如果说大家不稍加处理的话呢 这种根慢慢的烂着烂着会导致里面整体的都烂 而且绿螺呢最容易烂根的一种植物了 边整边给大家叨叨吧 来咱们先换个盆 这个根这个根的话烂的还是不少的啊 很多的话我在收到以后呢就开始不明所以了 有时候就造个大盆上去了 简单的一处理 然后呢咱们老规矩啊 继续入盆入土就行了 入土也安嘛 那花盆呢咱们选到的是一个二代的加伦盆 环球的这种 底下呢给它加入一些桃粒 因为这个盆总体的深度还是比较深的 咱们就加入一些小桃粒一层了 总有话问我啊 这个桃粒用粗点的好细点的好 这个不影响 就跟鞋垫一样 你这个不讲究 主要是害怕积水烂根才垫这个东西 好吧 接下来呢加入一层底土 底土加上之后呢 咱们就可以进行加底肥的操作了 再垫上一层 避免与根系的直接接触 适当的往那个土里面加一些肥料 不要太多 差不多点就行了 加来呢就是入盆 因为它原本呢略微有一些个烂根 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黑黑的哈 这个要注意要盖它这个点 我因为去掉的比较多了 大家可以看到露出来这些好的根系 在中心给它种 埋的时候不要太深 这样比划了一下 大概的话跟盆口差不多 还可以再往上加高一点 养绿螺最害怕的就是积水烂根 所以说大家在选择盆土的时候 一定要排水透气的 花盆也是那个道理 这个花友还寄过来两盆 我就给它收拾一盆了 一盆换盆一盆不换盆 让它看看那个效果 那到手以后呢就这种感觉了 上面呢有些不好的叶片 当大家养绿螺的时候 看到这种不好的叶片 您就可以给它摘掉 你别老是问老花一 我这个叶片怎么了 我这个叶片怎么了 其实绿螺这个东西呢 你给它越摘 它长得越旺 这种老叶片在上面带着 它也是有点那种 站着毛坑不拉死 不拉死的那种感觉 你可以稍微摘一摘 对吧 把这种不好的摘掉 谁养绿螺啊 都会黄那么一片两片的叶子 这个很难以避免 好吧 之后呢这个条子啊 很多的花友喜欢买这种长条子的 买了就买了 其实从小苗子到长这种长条子 时间用的很短 不需要很长时间 绿螺这个呢 其实在两广地带呢 就都可以基本上实现这种野生的地灾 但是呢不喜欢强光暴晒 强光暴晒它就扛不住了 再有呢就是大家火浇水的时候 因为它的根系也好 包括它也有这种肉质根 有这种气层根 大家一定要了解的是什么呢 根部里边呢 一定要维持一个干湿循环 大家可以跟绿螺稍微发粘的时候再浇水 就怕你天天没事就浇 没事就浇 浇的水多容易烂根 那么呢用土在一块呢 尽量的选择那种松软透气的 你看很多的都是在用椰康 椰康的话就很透气 这样对根系发育也好 大家也可以选择这种泥碳 它的一个最低气温呢 一定要在五度以上啊 基本上五度以下就开始冻的不行了 就要咯屁了 十五度以上吧 就是非常适合室内盆栽的一个东西 你在客厅啊 在卧室都可以去养它 而且不怎么需要浇水 每回等叶子发粘的 默默盆栽干了你那浇 不干别老浇 用肥料的话就用通用型的就行了 好吧 大家不用说是绿螺用什么肥色 你基本上就那种通用的差不多点的 只要是那种肥料都可以给它用 或者是光叶型的营养液 好吧一旦发现有黄叶呢 就及时给它摘除 没事这个不怕摘 你越摘 有的话说越摘越稀 你嫌的稀的话你就给它剪 剪的特别 就是气根儿剪 基本上那种感觉 它还会再重新长出来 好吧 就跟人头发是一个道理的 你理了它还会长 它的根系是比较强断的 它的一个牵插呢 也是非常的简单 大家可以看到 每一个带有这种气根儿的地方 你基本上从这里 到这里 这两个地方这里剪 这里剪 就这一个叶 未来就是一根绿螺 这样重复以往 它就新插一盆绿螺 很简单 好了 简单的就给大家倒到这儿了 相信 这一个视频够全的了吧 大家在养护绿螺的时候 有的话说 老花爷我看你那个烂根了 你怎么不用点药啊 这个呢我没有不浇水 我等它蔫的时候 我再浇水 等再浇水的时候 咱就可以用多菌灵之类的 一些杀菌药来灌根处理了 我就没有去办一些个药了 因为这个东西相对来说 比较便宜 没有必要 说是非得很大动干戈 好吧 而且呢 你现在 咱们在略施的这个盆土 换到一个新盆里边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盆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两盆是一块来的 它们的一个盆土 都是很潮湿 咱们就不着急的 去给它浇水了 不是说我不用药 是等它干了以后 咱再下回去用水 你看下面跟它都烂了 不是 跟那个是一样的 这两盆 好吧 这两盆都一样 所以说等干了以后 咱再浇水 该浇水的时候 弄点多菌灵之类的药 再给它弄上就行了 还有一个它送给的咱们这种托盘 里面一定不要有水 如果说你要加水的话 这个水位不要接触到盆子 干了以后呢 你再浇 浇了如果说水上来了 你就把水倒掉 给它空着 当一个托盆用 别有的花儿 就是把它里面泡上水 我的天哪 露天大喜遇了你 它又不喜欢泡澡 送的这个肥料完全可以用 这个呢就是有机肥了 好在这花儿说 什么是有机肥 洋肺发酵过后也是有机肥 有机肥是一个统村 好了 好了 这个花儿寄过来两盆绿螺 咱们就一盆换盆 一盆不换了 大家以后也方便于参观 一个绿螺的全方位的养护攻略 也分享给了大家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想看什么样的开箱视频 或者说是 有不养不明白的花儿 都可以找我们寄养的 要联系我们后台 不要乱来 好了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整一 拜拜